大家都知道,在漫威电影中许多超级英雄都被削弱 那就更不用说反派们了 他们被削弱那都是常规操作 有些反派为了配合主角 甚至被强行降制 今天,我们一起来盘点一下漫威电影中被削弱的那些高能反派 第一位反派,伊哥 他在漫画中的设定是一颗具有自我意识的智慧星球 诞生于数亿年前 奇怪的外表下拥有着一颗超强大马 并且他一直是通过吸收其他生物来为自己提供能量的 他的精神力量也尤为突出 可以凭借着意志力随意穿越各个宇宙之中 另外,伊哥的科技水平也远远超越了钢铁侠 而在电影里,他却成为了星爵的渣男老爹 是一个为了毁灭世界而选择不断播种的禽兽形象 这种设定确实很漫威 除此之外,因为理想过分 他还想吸收掉星爵的神力来巩固自己的力量 但最终却被银河护卫队中的小树苗给成功爆破 咱就是说,伊哥重塑能力都这么发达了 就不能把那些窟窿也都堵伤了 第二位,罗南,电影中的罗南可以说是真的十分强大 当他得到力量宝石时 就算是高高赛上的灭霸都要让着他散步 这是因为作为克里人 其帝国势力与身体复制都不比泰坦一足差 美队虽然和谁都能五五开 可面对炮弹还知道用盾牌挡一挡 而罗南面对星爵的等离子炮弹 他根本都不带眨眼的 这种自信当然是来源于他种族超强的自愈能力 以及近乎无敌的防御力 此外,他手中的武器也非常逆天 不仅能改变任意物体的物理参数 还能吸收能量转化为护盾防御自身或攻击敌人 可就是这样一个攻防兼备 有勇有魔的大反派最后被导演强行降制 就在快要达成目标的最后一刻 他突然被星爵的舞蹈给深深吸引住 这才让火箭浣熊钻了空子逆转战局 第三位,海拉 虽然他是漫威电影中为数不多的女性反派 可他的出场却惊艳了所有人 作为神族一员 什么超强自愈 强大力量和速度那统统是最基本的 可他强就强再又被叠加了吧 只要阿斯加德存在 他就可以源源不断地从中获得能量 这使得他能长时间的战斗并且不会疲倦 即便是锤哥爆发了有史以来最强的力量 他也被海拉轻松手拉板掐 雷神之锤曾经是他最普通的武器之一 冒着绿光的大狼狗 还有僵尸死士才是他的最爱 可这么强的反派该如何失败呢 那就是放出一个更强的反派来终结他 反向削弱无疑了